奶油乳酪 切成薄片的奶油乳酪 放在麵包上 叠上香菜或喜歡的香草 加上切片的小黃瓜 一口咬下濃郁的奶油乳酪 爽脆多汁的小黃瓜 清清爽爽又不失飽足感 推薦給大家純植物的奶油乳酪 小黃瓜三明治 第一種做法的奶油乳酪 我們需要使用到食物調理機 將所有的材料 丟進食物調理機中 分段攪打成泥 之後放入模具中 冷藏定型即可 放入模具中 冷藏定型即可 烤地搭配 放入模具中 放入模具中 放入瓶 烤地搭配 植物 烤地搭配 因為有加入油脂 所以做出來的成品呢 韌性比較夠 是可以切成薄片的 其味道直直地 絕不輸葷食版的奶油乳酪喔 第二種做法的奶油乳酪 然後使用檸檬汁將杏仁奶 及豆漿中的蛋白質凝固 材料上幾乎沒有油脂 所以做出來的奶油乳酪 在質地上會比較鬆散 但是能是綿密的口感 一樣可以放入模具中成型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來嘗試兩種不同的做法 都很美味喔 中文字幕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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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